我覺得我的心跳有變強 就慢慢越跳越小 可是沒辦法把速度拉到我想要快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就要透過一些間歇訓練的無氧刺激 來提升你的配速 有了有了 163了 可以可以 164了 只是預料之外 都比我想像中的好 OK 又歡迎來到我們這一集的 嬌明人來跑步 我們歡迎今天的兩位重要來賓 也就是蔡哥還有凱 我們今天這一集算是比較小小的進階版 因為前幾集嬌明人來跑步幾乎都是比較入門的 跑姿調整的 或是剛開始跑者遇到的一些新手問題 但我身旁的這兩位已經跑一段時間了 算是在跑步來講可以撐上一點點學長的特質 有這麼快嗎 我們大概跑差不多三個月 三個月到半年 但是已經完成過半碼了 所以算是已經有一定底值 那最近你們有沒有遇到什麼 在跑步上訓練卡關的問題 我最近的話我是 比如說我就可以穩定一直跑 長距離中距離都一直 但是我覺得我的心跳有變強 就慢慢越跳越小 可是沒辦法把速度 拉到我想要快的感覺 我心跳是越來越緩 然後越跑越放鬆 可是你要我在當下的時候 一直加速度一直加速度 好像心裡握個坎過不去 覺得撐不去 你在開欸 我是想要把速度變快 可是我的那個 維持的那個 頻率沒有維持的話 很容易就爆掉了 是嗎 你給大家看你的肌肉 會不會是肌肉的關係 沒有 這個肯定是肌肉阻礙了他的這個速度 白手的時候都有點摩擦到 卡住了 我們這也是我覺得 跑者可能會在訓練一段時間 遇到的問題 就是你可能練了很大量的有氧 但在有氧基底變強的情況下 心率確實會降低 但是速度卡關通常也可能跟你的訓練已經到了瓶頸的狀態有關 我們通常訓練會分為兩塊 一個是有氧 一個是無氧 但現在看起來你們是有氧已經刺激到 差不多已經飽滿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透過一些間歇訓練的無氧刺激 來提升你的配數 所以待會我就會稍微幫你們檢測一下 目前你們差不多平均在 以目前的實力 每個強度區間應該要跑多快 然後今天呢 會讓你們來稍微體驗一下 跑一次間歇訓練 我們總共要跑400公尺 聽說這個有機會跑到2的 今天應該不會讓大家跑到2 我們會用強度5區 然後400公尺跑6到8趟 那我們待會就讓大家體驗一下 因為你們應該都沒有跑過間歇訓練 對 目前還沒有嘗試過這個 聽說這個是大補完 沒錯 通常訓練後會大量進步 可是修復也一定需要某種程度的時間 腳會疲勞比較久一點 有可能我們之間的感情也變成需要修復 如果等一下在那邊2的話 好 那我們就開始熱身吧 Let's go 兩拍 1 2 1 2 我們剛剛已經幫 蔡哥跟凱計算好了 等一下要跑10公里 不是 我們是用他的10公里 54分的成績來計算 他目前的能力大概是在半碼可以用2小時左右完成 那我們今天就用這個參考成績來做一個配速的練習 那這個軟體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玩看看 那我們算出來的成績啊 強度5區就是間歇訓練 大約是要跑每公里是4分40左右 4分40 所以待會這邊是400公尺 一圈我們要跑1分50秒 1分50秒 這邊4分40 1分50秒一圈 好 所以我們待會的目標是用1分50秒 然後跑6到8堂 然後每趟休息我們抓90秒到2分鐘 就是1分半到2分鐘 所以就是1圈完修一下 1圈完修一下 1圈完原地修90秒到2分鐘 好 然後持續8指 好 我會在過程中幫你們配速 前面幾趟 後面就讓你們練習自己配 我在旁邊拍 好 就是我們這邊有一個 因為這邊是田徑場 會有4個100公尺 所以1分50秒 每一個100公尺就是27秒 所以你到100公尺 要看一下你的手錶 是不是27秒 就是我們要把區段分得越仔細 配速會比較精準一點 可是如果是第五區間 不是很容易身體會shut down嗎 其實沒有到這麼零界值 這個強度雖然是說第五區間 可是你身體大概是 大概90% 85到90%這樣 你還可以負荷 而且這個區間應該可以跑到1000公尺 但我們今天只跑400 所以不會說已經負荷到不行那種快 所以一開始我會先帶你們跑一下 然後目標我們要強化6到8次 那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訓練 是因為 我們要透過這個間歇訓練的刺激 在每一趟達到峰值心率的時候 可以有效刺激最大是兩量進步 因為平常我們怎麼跑 心率就是140、150 可能極限 但今天可能會有 每一趟會有小出現 5到10秒 可能170、180 用這個範圍 累積6到8趟下來 就可以對於你的心肺刺激 有一定程度的幫忙 需要這個強化 畢竟接下來我們要跑5公里 所以速度要稍微提升一下 我希望我們是那個接力賽的強棒 可以 畢竟我們三個是 不是還有 其他棒都很強 其他棒都很強 每棒都是關鍵 對 希望不要拖累 所以我們要強化 Let's go 等一下我會帶在最前面 4分40秒的均速 每公里 然後盡可能不要超過 然後跑成一排 你們就跑一個直列 因為我們要跑間歇訓練 所以在第一道沒什麼問題 而且今天現在平日 所以沒那麼多 人很少 等一下我們就以第一道為主 然後會跟你們講 100公尺在哪 200公尺在哪 可以稍微看表一下 對 交給我們間歇戰隊 這時候就是 Apple Watch小缺點 它抬起來沒辦法看分圈的秒數 但我會跟你們講幾秒 好 反正我們有配速員 準備囉 好 跑了就按兩下對不對 對 按兩下就出發 好 好來準備 3 2 1 Go 太快太快 差不多這樣 好差不多這配速 8 19 20 前面白線要看表 22 23 24 我們到這邊要27秒 可以有點快 差不多 26 好 維持就差不多這樣 沒有到真的很快 那還行 後面會比較累一點 對 因為休息時間比較短 然後通常這邊 27x2就是54 所以如果 第一擺有太快了 第二擺就不要特別調 就維持就好 好 差不多這個速度喔 開始累了 加油加油加油 手擺快維持 頻率維持接種 可以再稍微慢一點點 很好喔 最後一百喔 到了等一下記得按兩下 收到 分圈 145 差不多 快5秒 可以再稍微調慢一點點 可以再慢一點 好休息一下 90秒休息 休息90秒 到了之後記得往內切 好 好 有跟上喔 錯喔 我們總要跑10趟 哈 有沒有8趟 8趟而已 8趟而已 我們就持續用這樣 跑6到8次 好 然後這個時候就配速很重要 如果 不小心在前面超速 像我剛剛就有點小超速 我等一下會再克勁 拉慢一點 好 有可能就影響後面的燙速 因為間線訓練最重要 就是你在後面幾趟 穩定 你會因為 跑得很喘 但休息時間一樣 會越來越降不下來你的心跳 這個時候 你一下就會爬升到你的鬱子區間 就是無陽範圍 這個時候就會比較大量在 我們要刺激的這個區間 可是也會越來越累 所以你現在可能是300公尺累 後面可能變200公尺 就有點喘 有一點 會慢慢的提升你的疲勞程度 當我剛剛甚至想在最後100公尺的時候 進行加速 但不行 這是一個錯誤失敗 因為畢竟我們有8趟 所以可以的話 第8趟再加 真的還有力氣再加 可是其實 錯誤觀念要小正 等一下看我第8趟表現 OK 從頭撐到尾 那我看Amy還非常輕鬆 搞不好他等一下可以 是你最大的敵人 他最大攝氧量應該500 破人類紀錄 好來準備囉 第二趟 一樣按兩下出發 好 好來 準備 3 2 1 GO 好再慢一點 我們比剛剛再輕鬆一點點 好再降一點點 好久沒有跑跑到 覺得超好跑的 馬路還是比較 比較硬 比較硬一點 田徑場還是比較Q軟 沒錯 23 24 25 26 很好 27剛好 我們就維持27 後200會開始覺得身體比較疲勞 或是喘的程度比較明顯 所以擺手頻率要維持 不要變越來越大步 小步一點 對 然後送寬 寬關節往前推的感覺 要更明顯出來 到這邊通常是1分21秒 最後100公尺 加油加油 擺手維持喔 加油跟上跟上 最後囉 OK 按分圈 147 還可以喔 還可以 走一下 走一下 眉博士喔 往內一點 走一走 走一走 這個時候 在間歇一休息的時候 盡可能要加大你的呼吸 OK 把呼吸結束刻意的放慢 吸長 吐身 吸長 吐身 要用這個90秒的時間 趕快把心率降下來 那我如果故意 呼的短短的 可以把那個練起來 練那種 就是那個 你的呼吸肌群 對啊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反而會讓你的心率越來越慘 好 所以在休息的時候要 訓練不可以想要通包 對對對 你要練呼吸就練呼吸 練這個跑步練跑步 所以這只能選一個座 但重點是 這個時候也是檢視有氧狀態的 很大的一個關節 如果你心肺 有氧耐力夠好的人 在休息的時候 你就恢復很好 可是如果你休息一直降不下來 還是很喘 就代表你可能有氧沒有這麼飽 或是今天的強度對你來講 有點超飆 嗯 像是梅伯 像是梅伯 但梅伯現在喘的 沒那麼喘的欸 恢復蠻快的 還20秒囉 剩20秒囉 OK 3 2 1 GO 屁股往前送一點 菜哥 肚子往前拉 肚起肚起 腳不要抬 腳正常就好 對 手往後擺大力一點 對 用手去帶腳 太快 24 25 再這樣一點點 好差不多 梅伯 梅伯小步一點 跟上他的白手 他換一次你就要換一次 不要跨太大步 對 很好 這時候氣吸長一點 把氣吸進去 呼吸放慢一點 對 46 47 48 49 第49 好走一下 走一下 凱蛇不要喝太多 喝一點就好 我們是一次休90秒 一次休90秒 OK 講話越來越早 這蠻正常的嘛 通常間歇訓練到後面 對 越來越笑不出來 那個快感會越來越不見 但我們已經完成三趟了 三趟 還要五趟 剛有發現一個你們到後面啊 可能會有點 開始 很喘的時候 頻率會變慢 再來是呼吸會變很喘 所以可以的話 在對面兩擺 可以把雙手完全的放鬆 放下來不擺動 然後做深呼吸 讓你的肩膀 手可以稍微放鬆一下 因為跑到後盾的時候 會大量進入無氧狀態 這個時候肌肉會很缺氧 手會越擺越沒力 所以過兩擺的時候 可以稍微放鬆一次 再回來繼續擺 稍微調整放鬆一下 30秒 好 5秒 準備了 好 來準備準備 3 2 1 Go 差不多這個節奏就可以了 這樣也很好 開錶是蠻輕鬆的 沒有 25 26 27 很好 剛好 好維持喔 最後100公尺囉 加油加油 白手維持喔 屁股往前推 手往後拉 手擺快 45 46 17 18 很好 149 好 漂亮喔 很準喔 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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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了 試探完了 試探完了 試探了 試探而已 還有試探 通常試探完之後 就會是 身體可能 開始一個 走路 逐漸的恢復不回來 然後一出發心率就很快 所以通常過後面 一半之後 更要專注在配速要穩定 還有你的過程當中的放鬆很重要 希望他們可以撐完 最後四趟 第五趟準備 3 2 1 GO 腳往前抬的時候 感覺大腿抬就好 小腿不要往前跨 小腿放鬆一點 加油 手放鬆 深呼吸 調整兩個深呼吸 吸氣 吐吸放鬆 好 這樣慢慢回來白手 維持節奏百塊 手百塊 快到了 46 47 48 49 149 漂亮喔 很準喔 不錯不錯 五趟完了 五趟 剩三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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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心率多少 146 174 174 174 然後到156 174 心率多少 沒剝 156 沒剝心臟也是猛的喔 蔡哥是最強的 凱的狀況可能在兩三趟 就要炸掉 就有可能會爆掉 好 因為你恢復越來越慢 對 心率還那麼高 我現在大概130 喔 蔡哥140 對 梅伯150 170 15秒囉 我135 準備囉 準備多少你就多少 不要130 高一點點 好來 準備準備準備 5秒 4 3 2 1 GO 20 21 最後100公尺 6趟了 6趟了 兩趟 剩下最後兩次 耶 有了有了 163了 可以可以 164了 可以180 現在最後兩趟 算是會面臨就是真的心跳已經降不下來的這種 狀況的開始 所以 會比較辛苦一點 前面就更要多放鬆 哇 欸 心臟變強了 掉下來蠻快的 對這樣很好 就是比恢復 恢復不好就有氧真的比較不夠 掉到120了 那160 開了160 好來 3 2 1 GO 開小步一點 頻率快一點 對 不然你會跨太遠 51 52 53 54 很好喔 手放鬆 深呼吸 21 22 速度稍微掉囉 要撐一下撐一下 17 48 49 有 有沒有覺得秒數一樣 可是 最後一段變得比較辛苦 有 穿得提早 有 這樣很好 但已經剩一趟了 沒步還可以嗎 還可以 還不行 還可以再來一個舞蹈嗎 沒力吧 最後一趟可以的話 不用特別的要 真的all out都不行 因為其實我們訓練是有週期化的 就是你這一次的all out 可能會影響你下一次的訓練 對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小加速 但不要說整圈都用衝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加速 前300跟在一起 最後100再衝就好 好 不要讓身體疲勞累積太多 好 最後100是哪邊到哪裡 就這個直線 這直線 可是哲瑞有 說不要all out 不要all out 大概多一點點力量就好 不要多太多 但是我是個叛逆的孩子 那我來給你一決勝負 好 4 3 2 1 GO 前面你這樣維持就好囉 39 139 好狠啊 直接快10秒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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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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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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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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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這種比較強壯健身的人來說 最辛苦的點在哪裡 最辛苦的點還是 越後面的足足要維持那個速度 還是很困難 對 好 那最後就是 你對於今天能完成這個BATTA 有沒有什麼就是心得 或是你覺得這是你預料之內的一些感想 這是預料之外 比我想像中的好 可是我最後也覺得比我想像中的差 應該可以再進步 後面應該可以衝刺產品 對後面就爆掉了 好的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這樣規模 就是正式的見鞋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很像以前國小在練田徑的感覺 就心率會一直上去上去下來上去散 可是我覺得 我好像比較習慣這樣子 就是沒力有力沒力有力 因為在跑長跑的時候 我覺得它就是 一直處於快沒力快沒力的狀態 我好像比較習慣現在這種狀態 那你到後面的衝刺完那個猖怪感 是你覺得你原本 原本是80分的分數現在是幾分 那個我覺得後面那個加速感 覺得蠻過癮的 應該 應該有這個 120分的那個爽感 哦戰鬥值120分哦 對因為感覺就是 我這一波跑完我下一次可以變更強 賽爾人在瀕臨死亡的時候在復活 絕對那個能量乘以兩倍 Yes 完成間歇訓練 Yes 覺得對你們兩位來說 我覺得還蠻滿意的 真的嗎 一開始我其實有點擔心 你們跑到後面會有點 思速不穩的狀況 畢竟我們以前訓練的時候 通常都是速度 沒辦法壓得很準 會忽快忽慢 但其實這對 間歇訓練來說 影響還蠻大的 所以我剛看到你們剛跑到後面 都還可以撐住甚至加速 我感覺還蠻好的 那你們認為跟我們之前跑的那種優良的感覺 差異怎麼樣 我覺得因為現在就是 現在因為 長大了 所以做什麼事情都好像 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我覺得差很多 因為我現在就知道說 這個隊 以後如果長跑很有幫助 所以我就會有一個興奮感 就是啊 這一次能好好把它妥善完成 之後會變更強 我就會期待那個更強的感覺 成熟的男人 成熟的男人 那凱呢 就之前長距離的那個穩定的步 在短距離就會比較好去調控 呼吸也會比較好去調控 對 因為之前長距離的時候很痛苦 短距離就會好 所以 呼吸的男人 凱是短的男 短距離的男人 短距離的 講錯了講錯了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跟大家正式宣布 這兩位 也就是我們這一次 美金龍接力賽的 兩位代表選手 歡迎加入我們的 YouTuber Team 沒錯 掌聲 旁邊有很多觀眾在幫忙 有有很多 到最後我要 超越三個人 超越三組人 跟大家預告 菜根應該是我們 這一隊的最後一棒 也就是跑回終點了 所以到時候 如果說 現場應該會有很多粉絲為你吶 如果真的跑不好 會有點丟臉 我至少先刷過三個人的卡啦 OK的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們 繼續特訓 我不是留三個給你 好 好你留三個給我刷 美金龍接力賽 最後倒數兩週 我們到時候 新北接力賽場見 OK 我是你叫梁哲瑞 我是 你的好朋友菜哥 我是你的教練菜 下集見 掰掰 掰掰